你或许以为单轮车是杂耍的道具 一般在马戏团表演中才会看得到 然而它其实跟双轮的脚踏车一样 也是一种代补工具 本地有一群热爱单轮车的年轻人 自发组成了一支单轮车团体 并用单轮车进行了不同的活动 有些甚至带出国也带着他们同行 今天的玩物壮志一起来感受 骑上单轮车的乐趣 每个星期四傍晚 位于雾洛的这个公用活动场地 一定会看到一般人骑着单轮车 练习打勾球 他们其实是一支成立了19年的 新加坡单轮车团体的成员 成员说在本地骑单轮车打勾球 是由他们首创的 我们团队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 打勾球 我们介绍勾球是因为 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运动 可以让比较多人参加的话 会让人更有兴趣来加入我们 我们是很欧义的 所以规则 规则也没有讲很严格 很像棍不能够举得太高 不然会打到别人的脸 如果你的脚一碰到地 你就不应该动到球 不然就是犯规 最重要是大家要安全不要受伤 成员们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靠自学和互相切磋 把技术练习来的 每个星期一次的固定练习 就是为了提高骑车和打球的技术 玩得太激烈时 难免会因跌倒或碰撞而受伤 但这对团员来说是家常变赞 没什么大不了 你的身体有这种自然的防御方式 所以当你感觉到你跌倒 你会直接离开运动 就完美了 除了定期打勾球 单轮车团体成员 也会安排一些周末出游活动 以建立团体精神 其中一些资深团员出国时 也会带着心爱的单轮车同行 到不同的山路探险 在3D骑单轮车一定要有个 也需要保护你的膝盖 在3D骑单轮车的不同 就是地不平衡 所以你需要多一点的技巧来路行 我觉得很刺激 而且有点冒险 新加坡单轮车团体成立了19年 团员总数虽然有100到200人 但是积极参与活动的只有10到20人 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 资深团员 不时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例如沟球 山地探险 单轮车 杂耍等等 希望能够提高人们 对这项运动的意识 这一天 一名高中女生前来 想学习骑单轮车 她之前看过 单轮车团体成员练习 觉得蛮有趣的 因此萌生学习的念头 你可以试一个读人 其实我刚开始学习单轮车 原本很害怕会失去平衡 可是这里的人都很清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机会 单轮车团体平均每个月 会吸引一两名新成员 想学会骑单轮车 基本上没有年龄 身高或体重的限制 目前成員的年齡差距頗大 最年輕的6歲 最年長的54歲 雖然只有一個輪子 但並不代表騎單輪車 比騎雙輪腳踏車來得危險 然而騎單輪車 除了講求平衡感 騎的人也要對自己有信心 克服恐懼感 我認為真正的差別是 運輪只需要更加勇氣 如果你有正確的心意 你會拿到技巧非常容易 一般來自行的 運輪車最安全的 是從你開始 運輪車最危險 最危險的 你也會進入 在運輪車最危險 運輪車最危險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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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新技術 運輪車最有限 運輪車最有限 很穩的 例如 如果我找到很好的桌子 或有很好的桌子 我會去做一個影片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學到新的技術 或甚至學到新的技術 你只會得到這個瘋狂的趨勢 一些資深團員每年都會出國 參加在世界各地 輪流舉行的單輪車比賽 本地其實也曾經舉行過 亞太單輪車運動會 那是在2007年 由新加坡單輪車團體 第一次主辦的 一種主要的利益是 在新加坡當你瘋狂瘋狂 你不懂得看 其他人在做什麼 單輪車活動在新加坡並不常見 也不流行 但幾位積極的成員仍然樂在其中 始終對這項運動充滿熱忱 在市場的民眾 他們會認為我們是一種的 一種的社會 但是我們想要推出 那種運動的 運動會 像是一種運動會 像是一種運動會 或是一種運動會 像是一種運動會 像是一種運動會 我们继续廓建 our community even bigger or even further and see where it goes from there